中文字幕——YK 网络比较稳定了 主要就是用自己的流量 也就是说我在那边白天要讲课的 就是早上现在主要是我讲 早上啊 那么晚上主要是意思我讲 那么晚上呢 以前不是一三五 还有后面半小时吗 那半小时一三五啊 一三五 二十六我要讲英文的 二十六我要讲英文 那么以后的一三五的晚上 那后面的半小时 我就提到前面来 我先讲 因为现在我要起早 不起早就不行 还要赶公交的 所以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希望大家都能理解 二十六三个晚上 整个的啊 那差不多一八十分钟左右时间 全部是有意思的 如果我们有特殊情况 到时候再交换 好吗再交换 就大致 规则是不变的 有特殊情况 我们再就是互换一下 把课换一下 好希望大家都能理解 都清楚了吗 好 一十五 德十五 特别是你们两位 能记好 家同学 同学也帮忙互相提醒 好吧 互相提醒一下 能帮助 能帮助 能帮助支持我们 老师们 法师们讲课 那就更好 好吗 好的 我们接着来 这个醒世歌里面的要点是 认辱的重要 罗神门的真意下 好 我们讲到五十一页 大家看到五十一页 然后呢 接着来 当时有人说到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把你说再一个 你想更好的 化解众生问题 那你要知道 更多的问题 你才能化解 在众多问题里面的 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老师啊 以前常有一句话 大家记得不 你想给人什么 一碗水 你自己必须有多少水 我想给你一碗水 我只有一碗水 行吗 完了 我没有了 他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对老师要求很严 就说 你要给学生一碗水 你自己必须具有什么呢 一桶水 一桶水啊 也就是说 你要掌握很多的智慧和知识 才能化解学生的问题 才能讲得清 说得明 比如说这个人的 刚刚你说的语言 我们除了语言以外 性格脾气 以及他对这件事的认识 带着他的情感 带着他的烦恼 你冲撞他 也不能化解问题 你要太顺着他 又膨胀了他的问题 这个时候 你要对这些都掌握 拿捏得非常精确 就绝对十度 那叫谨慎 这个好难达到 那废话 你以为那大师随便说个歌 要叫你们谁都理解了 那傻大师 那叫傻大师 那他就是大师 他绝对不是狗席 终于又剪了 两毛钱了 什么叫又剪了 两毛钱了呢 就又 他又听到了 怎么样啊 又听了 听到了两毛钱的 佛法 又听到了一段妙法 又听到了一段妙法 就剪了两毛钱 剪了两毛钱 两毛钱好重要啊 当然重要 谨慎应酬 无懊恼 要不然应酬完了 含懊恼无限 实际自己又去一大堆 又辛辛苦苦 完了 含懊恼 因为自己懊恼 又远得别人懊恼 完了 谁也不知道谁 完了 含懊恼 都在罗生门的状态下 含懊恼 事又做了一大堆 但是呢 又懊恼 这就是不会谨慎应酬啊 怎么练这个呀 这个要智慧呀 你有智慧 你就知道 他都是什么 你应该怎么样的去说 你才能拿捏得好 什么叫拿捏得好 就是这个度 你要拿捏好 就这个度啊 做事 说话 这个度 有失度 你对他的人 对他的那个事 不能精确的认识 你就很难 再一个 你说的时候 你不能精确到位 拿捏得很好 你那个度 把握得好 才能够把这件事完成 就是你对他 对那件事 以及自己 能不能把它表达得最好 那这个三点 都要有大智慧 不是一个大智慧 就是很多大智慧 有的时候 小智慧不行 你说那人 我知道 你真知道不 你知道他性格脾气 你知道他烦恼 你知道他那个问题 那你怎么样化解 那他发疯了 完了 就罗神门了 罗神门看过吗 看几遍了 一遍 罗神门 我都看了两遍 他才看一遍 你比我还高啊 就说 把你看两遍 我们至少要看四遍 五遍 乃至十遍 那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 因为你看一遍 两遍根本就很难 怎么样啊 像我们说 看一遍两遍 很难领悟 他的真实意识 真实意图 你甚至都把那个文字 都写下来 你仔细去体会 他这个人为啥 说这句话 为什么他说的 跟他说的不一样 同样一个是 怎么会说的不一样 那里面都藏着什么鬼 藏着哪种烦恼 都想表达什么 完了 你再去看 每个人平时 任何一句话 任何一句话呀 他都是罗神门 作为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精确知道 他是罗神门 精确知道 他怎么个罗神门法 好人说 我一看就恶心了 我投吧 那是阿罗汉 我们不是 都精精确确知道 他有求你 我知道 我该不该帮 我该怎么帮 这个度怎么拿捏 有的时候乱帮 滋长了别人的烦恼 不帮 他就不是菩萨 那你要是菩萨 你怎么做呢 要有大智慧 要恰了好处的难念 然后对他今天这个事 就这三点 都要有大智慧 实际 那个不难 罗神门 要赶紧看 那个很重要 那个你看得越细 你理解越透 再一个 拿着那个眼光 去看看别人 实际 每个人十个 都是罗神门 那你呢 看出多少呢 因为你总看总看 这个功夫呀 因为甜甜恋 他就长长 他就啊 长长长 长到一定的程度 量达到饱和以后 啪 智变 你直接就上一个档次 到那个时候 回头一看呢 一栏重山小 为啥 因为你会当 因为你啊 会当临绝顶 你站在最高的山上 再看怎么样啊 那些下面的小山 那叫一栏重山小啊 就自己境界高了 你再来看这些是吧 那就 很清晰 很清楚了 先从电影的罗神门 搞透为止 然后每天都在看现实中的罗神门 每个人都在天天演啊 说的罗神门 听的罗神门 实际 很好玩的 你就非常容易把握那个度了 知道了呗 会啦 去练 练啥 去训练看别人的言行举子 你自己还没学 你怎么注意啊 学几遍罗神门啦 我自己看了两三遍 然后跟某师傅学的 那你就搞得最多了 那我要问你一下 罗神门你的事 你能回答吗 你问啊 那个人究竟谁杀的 这个没有答案 那你这还学傻了呢 那个人究竟谁杀的 搞清楚了吗 各位 究竟谁杀的 究竟谁杀的呢 大家都清楚吗 最后杀的 间接的是那个偷刀的人 他把伤口上的刀拔了 如果不拔刀 他会直接死了 不会直接死了 因为他拔了那个刀 所以死了 这是间接的 就他不拔刀 那个人也要死 只是慢一点 拔刀就快一点死 那么谁杀的呢 那把刀就从天上掉下来的 他碰到他 砸到他这儿了 到底是谁杀的 就是啊 那你说 你搞明白了 这哪搞明白了 你搞明白了呗 电影里看不出真一下 没有真一下 不知道是谁杀的 你们哪 有的时候 你要知道 我问那个话 是正问还是反问 我经常用这个方法 完了 你们还不知道 我正问 罗沙门重点是要知道 谁杀的吗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看云云众生 每个人的说话 每个人的思维 是吧 他是怎样的 怎样的 隐藏真相 他是怎样的伪装 是怎样的伪装 众生白态 白态众生 就重点是众生白态 白态众生 就是都没有真相 结果我就敢一个不重要的话 问你们 你们还在那里 那你就应该告诉我 既然罗沙门 那就是罗沙门 是不确定那个是 确不确定那个是 不重要 真正的真相 就是罗沙门 一个人说一个样 是吧 五个人就说五个样 一个人说一个样 就是真相 一个人说一个样 同样一个是 每个人说一个样 五个人这个说五个样 是吧 六个人说六个样 就不知道 最后听的人 他就不知道 到底真相是什么呢 他就不知道 他就不知道了 好 这个文章 我们就顺利学完了 我们继续 还有20分钟 我们继续了 下面是4月 2022年 应该是10月10日 10月4日 上午第一个文档 本音的重要 里面有要点 第一本音的重要 第二禅定就是养神 第三夜是如影随 随身不离身的哟 夜是如影随身 他不离身的呀 自信是绝对的 怎么可以跟神 画等号呢 自信是绝对的 神是绝对范围 是相对范围 之内的 所以说不可以用自信本体来说 这个是 这个一定记忆 你在哪块造了 哪块就有 本音很重要的 还有 欲界纵然有神通 也是有夜报 福报产生的 他不是修来的 色界的神通是修来的 他就靠修禅定 激活了本质具足的神通妙用 我不需要你证明的 你这一证明 你就宣宾夺主了 你就是我老师了 你就是我的佛陀了 所以不要去随便 什么证明 班尼说的什么什么 你造完夜 你忘了 夜不会忘记你 如影随形 不离身 在家能造烦恼因 当时班尼说的是 在家能真烦恼因 原话是 在家能招烦恼因 这里是增加你的烦恼因 是根据当时的情况 变化了一些 出家一破 清境界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不是学习的时候 大家看了 跟善子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不是学习的时候 所以与善子在一起 是多么的殊胜 多么的稀有 愿大家及其中生 永远都能跟善子时 藏在一起 藏学藏心 好往下来 少是神 精气神的神 因果道师少是神 不知道 请赐教 这你们叫了一圈道师 完了 叫来给别人讲的时候 就这样讲 那听着就都叫呼了 神应该还是指自信吧 虽然他是自身不需要养 但是我们这些人养烦恼 养妄想养习惯了 跑了 所以回来 安住在这里 错了 零分 自信是绝对的 怎么可以个神 或等候呢 那山神 地神 水神 空神 还有天神 他们这是靠自信 养出来的 那他们就都懂自信了 聊了汉都不懂自信 他们懂什么 都懂自信了 应该是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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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都懂自信了 他们不懂自信 就连阿罗汉都不懂自信 他们懂什么呢 是吧 什么是神呢 那什么是神 那什么是神呢 自信是绝对的 神是相对范畴之内的 所以说不可以用自信本体来说这个事 自信是本体 而神是相对的 自信是绝对的 也就是说神是心用范围的 那神很有大有小 比如说神力有多大 那山神 他又主宰谁的能力吗 没有 龙王又主宰山的能力吗 没有 那他们有神力啊 但是他主宰的范围不同 再一个 就是他大小不同 主宰的范围 以及你们这个神力的力 大小不同 大家就应该知道了 神是什么 他就和能力的能相等 神就像能力的能 你是什么神 拥有什么力 也就是说你有什么能力 就是你什么神 你就相应的拥有什么能力 神力就是能力的 可以这样说吗 不能那样说 那样说 太粗暴简单了 我是想让你们理解 更好的理解 因为我在怎么说 因为你们不是神 就是神 神力没感觉 但一说能力 你们就有感觉了 比如说那主 有没有能力搞好 它究竟是什么问题 这是能力问题 那一说能力 因为大家都经历过呀 那容易理解 有能 你比如说 我会搞这个 但我没力气 你比如说 我会弃砖盖房子 我会搞啊 拿三块砖以后 我就没力了 能不能把房子盖起来 能 猴年满月吧 你说我很有力啊 我不会摆砖 我瞎摆呀 摆完了 可以摆出个房子吗 不可以啊 为啥 他没有能 他不知道怎么做 那就是有力没能了 大家知道能力 就很好理解了神力 你看为啥 孙悟空与二郎啊 我们小子叫二郎神 都能有七十二变 为啥那样变 他变个乌龟 不能飞吗 他变个乌龟 不能飞 乌龟就是乌龟 乌龟的能跟力 他就那 他就是那个 乌龟的神力就那 他是每一张翅膀 要想飞 就必须变一个老鹰 那老鹰就比乌龟会飞一些 但是你把老鹰弄水里去 你看他玩的转 还是乌龟玩的转 乌龟玩的转呢 是玩这个网子改过来 是乌龟玩的转 不是网的转 是玩的转 玩的 玩的转 乌龟玩的转 这叫他审利不同 所以说他需要七十二变 而且你变个傻 我就变一个能搞你的那个傻 懂不 啥意思 你变个傻 我就能变一个能搞你的那个傻 不知道 完了还是懂 就变得变得 变得比他更厉害 比如说乌龟 我变得乌龟 就比你力大 或者是能够制服你的 你是老鹰 我变个更厉害的老鹰 能制住你 就是这个意思吗 孙悟空比你聪明多了 他知道老鹰对付老鹰困难一点 乌龟对付乌龟困难一点 那他直接就变成他的天敌 他就轻松了 大家还记得吗 在西游记里 孙悟空直接变成了他的天敌 那对方就没办法了 所以说什么是神 那我再说一个 有一个树神很慈悲 看那边咳死了 饿死了 来到他面前 他就打就一把 要水出水 要食物出食物 你爱吃少 他就冒少 我地里那么多棵树 我要少都没有到 为啥 他不是那个神 他没有神 没有那个力 没有神力 没神都死了 有神 他没那个能吧 没那个力吧 功的能力不够大 那不一定够大 就有这个能力啊 那个属于专属能力 他来自于你过去造的业 那树神过去造什么业了 见到什么 他都随喜随喜随喜 那他就不是手出 他就应该口吐了 你要吃啥 我吐点嗓 是手上造了扇叶 专门给要饭的人指路 哪家饭好药 哪家饭不好药 还有摸在手啊 还有手摸在塔上啊 还有他的手摸在塔上 加上手的造作 就形成这种神力吧 嗯 一定哪块造 哪块有 哪块造 哪块有 就叫随重身心 因所之量 寻业发现 大家记得吗 一处子猪 一处水出 处处子猪 处处水出了 光嘴上发愿 那人家要喝水 你吐点水 让人喝 那别人咋喝呀 别人要饿 你吐点吃的 用人家咋吃啊 但是你手出来 你要下三路出来 那个也不行 你就上三路来 也不行 手给就行了 他能接受 哇 这神力 还有众神能接受 对 他属于转壳 还有众神能接受 否则这神力对众神无效 对 但是就是要守啊 是吧 你用下三路能行不 你用上三路能行不 不行 他就是要你手给 他才接受啊 用脚趾头 我用脚趾头去抓一把饭 我给你 我给你饭 你吃得下去呗 众神不一定能接受啊 你不接受 饿死 接受不接受 那是无奈的接受 我不高兴 你不高兴 别吃啊 别喝呀 你那神力就不是最对好 因为神力就要令众神欢喜啊 他那个时候没想呢 我是想 不是行 一定记住 你在哪块照 哪块就有 比如说小拖被 他那个被为什么拖的 他以前压了他哥哥 他咋压的呢 压了他哥哥 这傻话呢 用的什么词呢 他兄弟两人闹 他就把他哥哥被给弄伤了 咋弄的 好像就是他说的那个压了他压他哥哥了 他故意砸了一下吧 他砸了他哥哥了 这都学的呢 忘了 那个经历上没说呀 他们说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 不是在故事里面的 有这个是 就是一个哥哥跟弟弟之间 就是故意搞个什么的 他一坐上就摔了 把被给弄坏了 现在重点 就是因从果上 你非要在那块说 哪个是哪个 骂别人是驼背呀 我天天骂你驼背 腰有不伸直 口也造的 当然 行为上也可以造 让别人怎么成为驼背 意也可以造 心里想 你这个驼背下 身个意全来 记住本因很重要 有些神也是由本因而来 就是业 也叫业报 所以说 欲界众人有神通 他也是由业报福报产生的 他不是修来的 业欲界众人神通 也是由业报福报产生的 他不是修来的 四季的神通是修来的 四季的神通是修来的 他就是靠修禅定 所以叫修来的 那么欲界呢 都是靠业报福报产生的 他不是修神通 不是靠修禅定修来的 激活激活了 本质具足的神通妙用 那也叫养神 禅定就是养神 某一种神通 也可以叫做神 神通神通了 就是你这个神养没养成 或者说你那个神通没通 你跟你那个神通没有通 通了那就展现了 你跟你那个神不通就没神通 也可以叫养神 你那个神现在处于休眠状态 为啥休眠呢 没电了 那咋整呢 充电 充电会不插进去 充电 那一下就有电了吗 没有 需要时间的 插进去 这个时候啊 千万不要拔 你在那块插进去 拔出来 插进去拔出来 你搞一年 可能电还没充完呢 就插上去 就别动 这个时候千万别动 一定不能动 一定不能动啊 他那个电在那越充越宝 越充越宝啊 忽然间你手机 手机亮了 有电了 一旦有电了 这手机什么用都展现了电 是不是神呢 能够用 就是他的 那就是他的力 电不是神 他是电是力 你手机是神 你这个神没力啊 你没电 你手机没电 电是力 手机是神 没电 他就用不了 啥功用都有 就是没电 手机是好的 手机是好的 是吧 手机很好 有神 但是没力 心 杠杠心 没用过 纯了 心了 就是没电 有些人没电 往这儿用的 他把电都用在吃喝玩乐上 到处乱插 到处乱插 就是乱插 那个插座 乱插 乱插 都插在 把电都插在那个吃喝乐的那个插座上 他就不插这儿 给他充电 因为啥呢 这浪费时间呢 我咋吃呀 我这儿闭墨养神 我吃不了了 那吃都排在那儿了 傻的排在那儿了 就等着我动嘴了 那就可要电了 一下就跳炸 你放心 他会把你耗干 不会跳炸 那个东西 会把你耗干 他不会跳炸 跳炸 你很好了 解脱了 你那电还没浪费 他能给你耗干 完了 就是他 耗干也死了 跳炸也死了 跳炸 你那电没丢 还没少 你那个耗就不是了 耗就是直接把你电耗完 电一旦耗完 你就死了 就是人的 比如浮吧 耗完了 他就死了 还是要搞个安全开关 跳炸呀 一旦超不到正确地方 就跳炸 什么都可以自己修的 只要你愿意呀 我逢到吃和碗落 我就跳炸 就搞动了 就跳炸了 那傻叫跳炸 咋跳 他自己就关电了 然后就搞不动了 哎呀 把他落了 哎呀 你这下说的人开悟了 就好像从此 他就跳炸了 可能吗 我跟你讲 跳炸是什么 是怕漏电 跳炸 也叫漏电开关 叫怕漏电 叫跳炸 我不能丢了电 有些人巴不得 把自己给耗干 都耗成老太太了 还不罢休呢 我毛还没有全摆呢 我还有口气呀 吃啊喝啊 玩啊乐啊 我到处炸呀 没你事 有 说的就是我呀 忏悔 你忏悔 你忏悔傻呢 你忏忏悔呢 你忏忏悔呢 我到处炸 到处炸是吧 到处炸什么 到处乱炸 是到处乱炸 你功夫好高啊 他到处炸呢 他这里的建立 不是叫做power 是吗 我不需要你证明的 你这一证明 你就宣兵夺主 你就是我老师了 你就是我的佛陀了 你要珍视我的佛陀 我得赶紧跑 我知道你给我带到哪儿去了呢 所以说话 你是好心 但是你的好心 产生的效果 未必就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与实地人法不对呀 是吧 不对 本来那手机应该重点 你说那个电看不着 没有引的东西 你这手机不就没亮了吗 是吧 我这有一堆勾火呀 人那里呀 人那里 马上就亮了 爆炸了 爆炸了 亮了 所以说 有的时候 你那个好心又快 未必快 未必好心 这就涉及到一个 你对一切 有没有精确认识 昨天讲到了精确认识 精确认识 你就知道 你说那话 究竟产生的效果是什么 要不然 就等于是傻子 傻子就是啊 哈哈 瞎说 说完了 他们也认为自己对的 他不知道哪个不对 那个不对的 结果就是一大群傻子说傻话 有那人吗 在哪儿呢 举例说明 忘记了 你造完夜 你忘了 夜不会忘记你的哦 夜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夜是如阴随行 不离身 在家能招烦恼音 就在家呢 也会在家能争烦恼音 出家一铺 请进戒 你忘了 夜不会忘记我 我知道 你哪知道 你要知道 不敢了 要真知左见 知道吗 做梦啊 开小拆了 神懂了 解释完毕 句号 有人说 谈到头发白 你曾经说过 头发白 就是人家自然现象 有的人他就是少年白 有的60岁白发 有的70岁白发 这个与缺德有关 你上次讲的就是缺德了 真的 这头发白 我们都认为是自然现象 其实就是缺德 因为我不好用一些个词汇 我就用一个缺德来说 因为缺德人比较容易接受 好像也不能接受 你这个缺德 但是总比那些个词汇好听 还有更不好听的 就是淫欲 请自讲 头发白 现在少年白 学生当中好多 实际上学生都少年白的缺德了 还有呢 深层次的 深层次讲 那也就是说 也吧 过去这些话 这些事干多了 加上这一辈子 淫欲控制不住 学着摸着的也得搞亮相 带水就搞亮相 带不到水我也搞亮相 反正你说缺德不缺德 缺德 跟淫欲有关了 那你以为呢 头发白跟淫欲有关了 那你以为呢 所以说 我说缺德那个词汇 对比之下 还说挺好听嘛 比较文雅 你要我全部给你们曝光了 说 你难堪不 所以说呀 说缺德就缺德吧 这样呢 大家还能接受 应该都缺德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不是学习的时候啊 但是他不是你工作的 他不是你工作的 而是学习的时候啊 而是学习 但不是工作哟 工作是工作 学习是学习了 好 时间到了 正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好